平時下了兩天大雨 讓北部地區的河川溪水高漲 那麼位於新竹縣市交界處的陶前溪 在中午傳出了有民眾溺水 消防人員據報之後立即出動 總共有十艘消防艇在現場 進行地毯式的搜索 接到民眾報案 疑似看見有人溺水的消息 消防人員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展開搜救行動 通貌地點位於頭前溪 正是新竹縣市的交界 因此新竹縣市兩邊的消防隊 都派出人手合作進行救援 即使天氣已經漸漸放勤 但看得出來水勢仍然相當湍急 也還沒完全消退 新竹縣市消防隊 在中午就接獲了民眾報案 看到河川裡有人高舉雙手 載浮載沉疹 疑似發生溺水的狀況 有一位民眾載浮載沉 然後面朝天空的方向 然後看起來好像手還會動的樣子 一共出動十艘搜救艇 消防隊員沿著河岸 進行地毯式的救援行動 但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發現疑似溺水民眾的蹤跡 除了將繼續搜救行動 消防隊員也呼籲 民眾千萬別擅自前往西邊遊玩 以免發生危險 中天新聞和孟前紀雲 新出採訪報導